另外一個街頭亂象是高雄的左營崇愛路隊 小吃餐廳多歲很多汽車貪圖方便就臨停在慢車道 導致啊機車單車得要鑽縫隙來前進 有一名學生騎單車實在不開心了 疑似不滿汽車並排臨停擋住他車道 直接伸手呢拍了是違規車輛的護照鏡 騎士鏡頭記錄下高雄崇愛路 因為路小並排嚴重 一名騎士和騎單車的學生被迫穿梭車陣 經驗老大的騎士小心翼翼的在兩車空隙驚險過關 而後方騎腳踏車的學生越騎越火大 怒拍並排車輛的後視鏡 火氣很大下手很重 後視鏡整個被打歪 事後學生還回頭瞪了一眼 看得出怒氣難消 直接臨停 然後才用機車道 我們機車車要騎在那個快車道上 然後有時候就會被他們看喇叭 在拍我們 其實類似的狀況幾乎天天上演 即使不是尖峰時段 微停並排的狀況也很常見 更別說上下班 民眾買飯接送小孩 物流大貨車停車卸貨 常常造成交通大打劫 上下班時間一定是車多 並排一定都會有 有些家庭主婦就想說 我來買一個 攤圖方便有時候偶爾難免 店家不會沿整條路 臨停並排嚴重 根據道交條例 汽車並排並停可處 新台幣600元罰還 民眾切勿貪圖一時的方便 影響行車安全 記者楊中明蘇一廷高雄報導